Hello,今天是10月29号,欢迎来到10月的29号电台,我是张董良 10月真的是很精彩的一个月呢,你们说是不是呢,非常非常精彩 我记得上个月在录电台的时候就一堆暗示告诉大家说新歌很快很快很快 睡一觉就可以听到,你们看看 是不是第二天就来预告了呢 然后就是各种操作,我画你猜,我笔你猜 虽然说我还是有点挫折感 我觉得我画的挺好的呀,笔的也挺好的呀 但是还是有一些朋友猜中,集体孤独 耶,那一个月过去不会就又催新歌了吧 口味不要这么大 集体孤独是一首适合听一阵子的歌 所以三个月内都是新歌 但也不是说这三个月就没有新歌 诶,也没有说这三个月内一定会有新歌 反正新歌要来,总会来 十一的假期呢,过得很充实,很丰富 那跑了一些音乐节 我记得第一场是在碎宁吧 对,然后降落之后呢,就来了一场 突击的,久违的语音直播 我记得那时候是要开两个多小时车程到碎宁吧 对,碎宁 我一开始一直念成随宁,随宁 后来被纠正是碎宁 所以现在就记住了 那碎宁这一场有什么有趣的呀 音乐节我都玩得挺开心的其实 然后,哦,我记得这一场就是有个小插曲 上次参加音乐节,应该是八月份的时候在杭州 那一次我真的记得 那种湿热,那种燥热 你知道,裤子很重的感觉 全身湿透 记忆深刻 九月份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订这一场碎宁的服装在北京 然后,北京那时候天气也开始转凉吧 也不至于冷,但是就凉 然后想说这个衣服应该在碎宁到时 应该是挺适合 结果,这个气候的变化真的是出乎意料 那天在台上还是有点小冷的 但是还好大家的热情 还有那天是集体孤独上线的第一天的兴奋感 让我就处在一种很火热的状态 然后晚上我们做了一场直播 开心 碎宁是个好地方 11假期的第二站呢 我们就到了晋城 晋城是个好地方 这应该是我第一次来到山西这个省份 之前就有听身边的朋友说 山西的面食特别的好吃 那我们彩排之后呢 就去找了一个当地推荐的比较好吃的餐厅 吃了一些特色菜 各种菜马的和乐面 然后过油肉啊 卷白膜 糖醋溜丸 还挺新奇的感觉 但是我那天吃的不是很专心 因为呢 我在餐桌上被一个对我来说 是第一次接触的东西给硬控了 就是茶心秀 大家有看过这个东西吗 应该是28个新秀吧 奇音呢 是我有个朋友 他是山西人 然后呢 他那几天就刚好回家 就来探我们班 那就带了一本 应该是当地文旅做的一个 解密28新秀性格的小册子 那里面有一个 里面有每一个新秀对应的小人 画得很好看 然后很可爱 然后我觉得画得也很像 比如说之后你对应的哪个新秀 我觉得这个人真的画得跟那个 那个小册子里面画的那个神情很像 然后我就突然间就上瘾了 然后就在饭桌上 大家很专心吃饭 我就很专心的在查 比如说当然包括我自己啦 然后身边的同事啦 家人啦 然后身边的好朋友的一些新秀 然后我都觉得 哇好准哦好准哦 然后一个一个发给他们 然后很有意思 就觉得哎 了解一下身边的人 哎那你们 想知道我什么新秀吗 哈哈哈哈 有机会再跟你们说 因为我觉得 不然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已经 查过自己的新秀 我当天应该查了有 至少20个人吧 我真的觉得对应的都挺贴切的 至少跟我肉眼观察 跟相处下来 然后那个新秀的一些解说啊 我觉得哇 这个东西有意思 然后晚饭结束之后呢 我们就去看了一个 现场的打铁花 然后隔壁就有个景点 是可以看 然后非常的壮观 然后他们刚好也做了一些灯光 然后有一些灯笼 这种感觉的展览 就看到了 就是跟我自己对应的 新秀的一个具体的形象 我觉得怎么有一种假期观光体验感 拉得很满的感觉 这个月呢 还有做一件对我来说 也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那就是回了一趟老家 马来西亚 然后上了云顶 做一个表演 MyFM的台庆 就是一年一次的很大的 盛大的庆生 演唱会奖 其实我真的是 感觉我出道到今年 当然中间他们没办的时候 有一些年 那只要他们有办 其实比如说我记得 我去年是来不了 但是我还是有录了一段 就是VCR的角色扮演 就是有参与他们的一个剧情 对 那今年他们一样也是 很早就来问我们的档期 那刚好时间可以配合 所以我觉得还是 想要做一些比较特别的 那这一次他们就把朋友 失常给我们之后 那我们算一算 其实在选歌的时候 我就开始头痛 我说到底要唱什么歌 选这首 选那首都不是 那后来就突然间 有一个想法 我说 其实真的跟这个MyFM 已经看着我长大这么多年 其实在这个舞台 如果做一件事情是 做了13分钟的串烧 它是有相对意义的 当然也谢谢电台 他们愿意去 support我这样的一个想法 然后我们也在编曲上 花了很多心思 花了很长时间去跟编曲老师 就是Clayman 合作过的一个 马来西亚的音乐人 然后来来回回 反复的核对了很多次 真的很不容易 要把这么多歌 就是这么流畅的 放在13分钟里面 本来想说编曲的过程 是最难的了 编完 因为这些歌我都很熟了 结果怎么知道 那天彩排的时候才发现 哇 因为云顶它高海拔 本来就是大家通常在云顶 办演唱会啊 或什么都会觉得 会唱的多少 比你在平地唱辛苦一点 然后想说 原来13分钟这么密集的 把所有自己的歌 最高潮最精华的部分 这么密集的剪在一起 还真不容易啊 但是我觉得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 然后当天现场观众 也非常给力 几乎每一首都跟着唱 然后有刷到视频的朋友 感觉也都觉得 回忆满满 那我觉得这样就好了呀 就觉得当时想做的一件事情 然后电台也很开心 活动很成功 嗯 是开心的 然后 觉得 这个心思 用心 包括我自己跟团队 是 没有白费这样 每一次的 巡演 每一次的音乐节 其实我们都有在花心思的 但是就是有时候 大家 曲目上的选择 关乎到很多的原因 包括爆批啦 时间点啦 等等 所以其实真的有时候 就是缘分 刚好在什么地方 那其实大家有 挺在意说 手唱这件事情 其实它就是一个缘分 其实我那天真的 也不能说紧张 我觉得是兴奋吧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后来发现我看影片了 其实我在 我在唱的时候 我在台上我就发现 其实那天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手比平时抖的厉害 但我不觉得我紧张 我觉得那天是兴奋 就是 新歌手唱这件事情的激动 然后还有 之前唱的那13分钟的串烧 然后每一首歌 包括 我在唱黄昏的时候 又特别感触 因为当时 我因为那个比赛出道 然后那个比赛的决赛 当时唱黄昏的时候 就是在云顶的那个台上 然后就 当下有一瞬间 那些moment跑过来 然后这么多年过去 就有觉得挺感恩的 所以那天后来 接着唱新歌的时候 其实是很激动的 然后就 哇那天 怎么回事 手一直在抖 所以我说 每一次的表演 它都是不一样的 不只是曲目上不一样 表演的人 心情 心态 我是会真的完全去 进入那个当下 感受那个当下 去尊重那个舞台 虽然我每一次的表演 都不一样 就像每一次 每一场的音乐节 我的感受也不一样 甚至穿什么衣服 也会影响我 比如说 我那天说进城 后来我就发现 进城 我那天大家觉得 我那件蓝色的衬衫 很帅 我也觉得很帅 但是 那天就发现 那个衣服 它有一个比较 设计感很重的领子 他就发现 那个领子 其实会让我在台上 比较拘谨 不会这么蹦跳 因为我就觉得 我的脖子被锁起来 但是我觉得 它也是一种 它也是一种 感觉跟表演方式 那就是那一场 特别的一个 记忆嘛 对 所以我是很珍惜 每一次的表演机会 跟舞台 每一场都是 一样重视 对 那 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 所以 十月真的很特别 做了很多 很特别的事情 然后 有新歌 让大家听到 而且我刚刚说的 这个台青活动呢 很快 大家就会 在十一月三号的时候 就会看到完整版了 可以期待一下 那么下一次 可以听那么多歌的时候 是哪一天呢 当然 就是我们 第二十一个故事 第二轮 开始的第一场 广州 广州的朋友 十一月三十号 也就是下个月的明天 那天我不是来一个 突击的那个 留言吗 回复 对啊 我也那天也刚好有朋友 问说 那演唱会要不要唱串烧啊 我就 当下就回 我说 其实真的不需要唱串烧 如果我们有这么长的时间 那就一首一首歌好好唱 因为我觉得其实每一首歌 当时做曲人 做词人 这个说故事的方式 它就是一个说故事的方式 其实不是必要 都不希望去破坏这些歌 那演唱会我们有很长的时间 可以把每一首歌 每一个故事都好好的说一遍 所以我个人是非常期待的 因为其实上一场 训言也是去年的事情 这一年做了很多事情 但其实我心里面一直默念 什么时候还可以再有训言的舞台 包括我们训言的伙伴们 导演啊 乐队啊 制作人啊 同事啊 团队 大家其实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感受到 好想再做这件事情 当然包括你们 我也可以感受到 所以很快它又会发生了 我非常非常的期待 那10月23号那天已经开票啦 看到很多朋友都已经 第一时间买了票 真的很感谢大家的支持 然后相信我们的舞台 希望一起来参与 然后希望 甚至有些朋友 在看的二刷三刷 但是我真的觉得 每一场都不一样 如果真的看过好几场的朋友 是吧 我个人是真的觉得 完全就是不一样的秀 因为每一场就是非常独特的能量跟气氛 就是说为什么要去看现场演唱会 因为它就是一个状态 它是不可能再重复的状态 真的是不可能 所以我很珍惜 那我相信我们这一次 第21个故事的第二轮的第一场 这个开始一定会很精彩 很有趣 然后很感动 我已经等不及了 所以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让我们一起来 做好准备 期待 迎接 我们第21个故事的广州场 耶 我真的好期待 我真的 想要快点到 好想要跟大家一起唱歌 一起开心啊 反正 很快了 好啦 不知不觉 风浪时间 过得翻 要还是好 说拜拜 哎 还没有 要先介绍歌 那这个月 Come on 推荐什么歌 当然 当然 我的第一首粤语单曲 《早台故事》 送给你们 其实我后来慢慢听了歌 还有那天首唱 我真的觉得 它是一首 陪伴的歌耶 当时在录的时候 不觉得 就觉得 其实它当然 多少是有一点 悲伤成分的 就是 孤独的一个状态 但我后来发现 它其实是一个 陪伴的存在 所以 挺好的 听听我的新歌 《集体孤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集体孤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集体孤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集体孤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集体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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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体》 《集体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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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体孔独播剧场——Yoowy Perez 拜拜